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差不多6月1号开始到现在9月初 然后这三个月期间我就很注意我的饮食 然后几乎就是吃减脂餐 尽可能在家的时候 然后体重也是小基数 也差不多瘦了3公斤左右 我现在主要分享的就是靠吃来让自己的体重变少 当然如果你的基数很大的话 你前期一定是靠吃 然后后期的话 不管你是大基数还是小基数 一定要把运动跟上 那至于运动的方式啊 或者是你选择的运动的一个能量的范围 这个很因人而异 所以我很懒 我也很少运动 然后现在的话 我会做一些帕梅拉差不多3分钟左右 一周有个两次三次最多了 体重目前这两个月吧 就是维持在44公斤 43到44公斤之间没有过大的浮动和变化 那么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怎么样吃和 还有一些吃的就是一些辅料吧 就是让减脂餐 不是说天天都吃水煮菜的那种 我是不能接受那种的 而且即便是你是吃的是水煮菜啊 或那种你很难坚持住 如果你只能吃个一两天 没什么用的 你必须要让自己吃的也是开心的 然后你的胃类啊 还有你的胃都得到了一个满足的情况下 你才能让减脂这件事情就是走得很长 这样的话你的体重才会长期的保持在一个平衡的一个 就是你的理想的范围内 那么我们就来今天的分享吧 今天第一个一定要说的就是黑咖啡 我从4月份吧 4月5月的时候就每天早上起来先是喝一杯柠檬水 柠檬水之后呢我就会喝黑咖啡 但是鉴于黑咖啡有人说就是空腹喝不好 所以我一般就是配着早餐来一起把它喝掉 然后黑咖啡的话我喝的最多的是这个 这都喝空过很多喝的就是雨田川的这种 挂耳式的黑咖啡 然后我还有就是另外的品牌 就是它这种就是比较大包的 因为黑咖啡每天都喝其实量是挺大的 但是它们都是挂耳型的 我个人觉得挂耳的话会比那种素容型的口感要好 就是它不管是从它的酸度 还有它的浓度 还有它的苦味都更加的接近于我们在外面喝的一个口感 当然如果你有时间或者是你喜欢弄咖啡的话 你可以选择手冲 但是我觉得手冲咖啡的话对于我来说太麻烦了 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挺麻烦的 如果是在家的话我会选择就是雨田川的 至少我的喝下来的口感我觉得它是最好的 我之前还喝过另外品牌的挂耳 我觉得会太酸 我是不喜欢酸的这种口感的 我希望它的就是它如果苦一点我也是可以接受 但如果它的酸度很强我就觉得不好喝 然后像这个雨田川挺多选择的 有这个曼特宁跟碳烧 我个人比较喜欢碳烧的 它一包的量大概就是200毫升的水就够了 然后整个口感非常好 每天一杯下去的话 我觉得有一定的消肿跟提神的功能 而且如果你有在运动的话 你可以喝完黑咖啡直接去做一些有氧 空腹的有氧减脂会效果更好 当然我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至于它到底有没有用 它是不是能加速你的减脂 我就不做评论了 因为也没什么发言权 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就是早餐的品类 我吃的比较多的一些减脂的低卡的一类的产品 就是这种带餐粉 然后品牌是古枝优品的 他们家还有黑芝麻味道的 就是比较经典的 还有红豆薏米的就是消肿 然后补气血的 还有就是这个我最喜欢的就是芋头紫薯的这个 因为它的味道跟口感是完全让你感觉不到 你是在吃一个很减脂的东西的 因为大多数真的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 它也是低卡的 它一份就是我们的量 像早上的话我就是用它里面配的这个勺子 里面两到三勺配热牛奶也可以 配温水也可以 可以直接冲泡 它大概是80卡左右 就跟吃一根香蕉是差不多的 然后早上你可以搭配水煮蛋 再加一些青菜 就是碳水的量加蛋白质加一些纤维 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减脂餐的搭配 它主要就是方便 可能一两分钟的时间你就搞定了你的早餐 对于上班族跟学生长是非常友好的 然后我还有买他们家的这个 紫薯的就是这种带餐粥 这个我有时候会放到下午的时候 冲泡一下 这样子就是相当于你比较饿的话 你可以很快的补充一点点碳水 它的含量也是很低卡的 很快手的就可以去 你也把它泡在那个酸奶里也是可以的 我入这个呢都是因为李嘉琪有推荐 我是很喜欢看李嘉琪直播的 而且它真的是低卡跟方便快手 而且它的口感是很好的 像这个里面它有很浓的 芋头的味道 然后还有很浓的那个椰子的味道 它有放椰子 所以你吃起来是甜甜的口感 你把它稍微容量弄得稀一点 就很像在喝奶茶喝喜茶的感觉 而且它里面还有藜麦跟紫米 都是很减脂的那种优质的碳水 粗粮就很适合你去摄入 这样的话你一摻下来的话 你的卡路里是控制的非常好的 所以就是我比较推荐大家就是 早餐的话可以用这种带餐粉 就是尽快的就是去解决一餐 你的能量摄取也不会特别的超出范围 像下午的话跟中午的话 碳水失效控制的尽可能的少 就是以做食材的一些调料和调味料 一些酱料的主要减脂的一些品类 然后呢因为我从开始就是减脂饮食以后 能不在外面吃我就不在外面吃 然后能不交外卖我就不交外卖 所以整体来说一天里面可能两顿 都是在家里吃的话 我是会自己做一些简单的 用烤箱或者是尽可能的蒸或者煮 就是让那个食材的本身的味道出来 就可以没有任何的油炸 这样的话你的热量会控制的很好 然后我来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常用的酱料 当然首先如果你是用烤箱类的话 或者是你做一些水煮菜煎蛋 或者是你炒一些番茄炒蛋 或炒食蔬一定要有的就是黑胡椒跟海盐 海盐的话相对于正常的盐 对身体是要好一点的 至于它为什么好的话 可能是因为它里面含的天然的成分比较多吧 具体没有研究 然后像黑胡椒的话 我觉得任何的品牌都可以 反正都最好就是有这种研磨器的 你这样在食材出来之后你研磨一下 它的那个胡椒的味道会让 没有味道的水煮菜或蒸菜会好吃很多 然后像海盐的话 我觉得这种粉盐是很好的 尤其这种粉盐对女生是非常的好的 大家在超市的一些进口产品里面 就可以找到这种粉盐 没有什么品牌限制 就只要有品类对就OK了 然后还有就是酱料的话 我最喜欢的现在就是这个品牌 他们家主打的就是零纸 然后带糖就是没有糖 零卡 然后是低纸时光 我是看那个小红书上很火的那个剪纸的博主 Lisa推荐的 然后我还有用它的那个折扣卷去下单买的 然后我最喜欢的是这个藤椒酸菜的酱 它是这个颜色的 就是里面会有酸菜 然后浓度的话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浓稠 我一般会煮那个白水的豆腐 或者是菠菜鸡蛋的那种饼的时候 把这个酱淋在上面 这样的话它的那个东西吃起来是很有味道的 还有就是用那个烤箱做那个烤鱼的时候 把这个酱淋在上面 它就是一道酸菜鱼 口感非常的好 然后另外一个 还有入了他们家的这个一大罐的海盐黑胡椒 这个就比较方便了 这个就等于是把这两个放到了一个瓶子里面 因为我的黑胡椒快用完了嘛 这是我的囤货 这样的话其实会更方便 你一支就可以解决所有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量很扎实 因为好像大多数的话是黑胡椒比较少 海盐比较多 你看它这个满满的都是这个黑胡椒 而且它这个瓶子跟分量 我觉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我还入了咖喱 他们家咖喱也是低脂的 卡路里都不是很高 这个我还没有试过 但是看评价都说很不错 因为我现在自己做咖喱 我还是买的那种咖喱块 但是我觉得那个热量太高了 等我把我的咖喱块用完了之后 我会用 像其他的他们家的辣椒酱 我没有入 因为我有我更爱的辣椒酱 就是这个 泰国的这个 式拉茶原味辣椒酱 其实这个辣椒酱 我在澳洲读书的时候 去吃那个越南粉 还有那边的泰国餐厅 用的都是这个辣椒酱 我吃了很多年 而且它是 也是零卡零脂肪 就是含热量非常低的 重点重点是它这个口是非常方便的 你只需要这样拧一下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酱挤在鸡蛋上 或者是你做的烤箱的一些小的披萨 或者是任何你减脂的食物上面 它就是你也不需要勺子 也不需要拧开它 包装是 我觉得是占一个我喜爱的一个很大的成分 而且它的性价比会更加的高 超市里面很容易买到 大家可以去 勿手真的是非常好的 简直好勿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 这个六婆的辣椒面 我最喜欢的用它 就是我会用烤箱烤鸡肉 土豆还有胡萝卜 就是烤石书 然后最后你蘸着这个辣椒面来吃 我买的是这种一小包一小包的 我觉得一小包一小包的 就是你不存在 它那个辣椒面会受潮变湿 你就是 而且你很好控制它的量 它一包是10克 你可以很清楚的算进去 你摄取了多少的热量 因为像这个辣椒面的热量 其实是挺高的 但是呢 你量少啊 你又不会像吃饭一样 一碗一碗的去吃 所以每次一小包 而且它这个辣椒面 就跟你去烧烤摊吃 烧烤的配料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看某一博主推荐的 我吃了两三年了 就家里就是会常备这个辣椒面 再接下来我要说一个就是 因为减脂期间 我是女生都很喜欢吃碳水 很喜欢吃面包啊 然后还有各种小的曲奇饼干 蛋糕啊 但是我自从开始减脂 当然也是会在外面吃了 但是我呢 会自己做一些小的燕麦的饼干 还有做一些香蕉全麦的麦芬 然后还会自己烤一些全麦的面包 但是呢自己在家里做的味道都 尤其是你用全麦粉做 它一是很硬口感不好 二是它你我完全不放糖的 就只是用香蕉来去有一点点甜味 那个味道就很不好吃 你也达不到你对碳水的一个满足 我就会用这种 花生酱 这是橙色软件上 你就搜无糖的花生酱 就是那种农家的工厂 他们自己做的 你看它这个整整一大罐里面只有花生 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然后你看它这个油分离 可能因为现在夏天比较热 然后这么一大罐 尤其是像我喜欢用它做那个花生燕麦的饼干 和那个花生 香蕉的麦粉 我都是会放很大一勺的花生酱进去 烤出来就香了很多 因为花生是优质的脂肪 我们是可以吃的 像每天下午我都会配一些坚果 杏仁或者是腰果都可以 因为它们是优质的脂肪 但一定要买原味的 你不要买那种盐居的或奶油的 那些热量都太高了 而且从你开始减脂之后 你会特别的关注那个它的那个卡路里 你的热量的摄取 以上呢就是我在减脂期间 就是这些佐料 就是需要去配着一些菜啊肉啊 蛋白质摄取的 让我们的减脂餐吃起来不那么痛苦的一些东西 当然还有就是像很多人会自己做 在家里做花生酱 一我觉得比较费时 二我觉得是没有那么专业的工具 你做出来的口感也不好 还有像很多人会自己在家里做酸奶 其实这个我是挺挺迷惑的啊 当然一是你的价格会很省很多 但是酸奶这个制作是要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下来去做的 嗯我觉得在家里是不可能实现这样的一个条件的 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还是直接去买超市的酸奶 这样比较好题外话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希望大家都可以又瘦又美 嗯我也期待大家都可以就是靠吃就可以瘦下来 然后因为八分吃两分链嘛 你前期先靠吃瘦下来之后后期就是随便做一做塑形啊 有氧无氧结合一下 你的整个的身形就会很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坚持变瘦 我们下次再见了